好 真的很勵志 大家一起可以學起來 如果你想產肉的話 接下來來看看是 國民黨又犯老毛病了嗎 民進黨吞下定心丸了嗎 這一回的全台灣的議長 正副議長的選戰 哇 有貓膩喔 好 立委補選 接下來還有再更下來的 更重要的2024大選 大家怎麼看 我們一起來聊了 先來看看的是 整個版圖在議長副議長 這整個的校長 民進黨呢 南高完勝啊 而且注意了 不只南高這一塊喔 基隆原本藍營的 手下奪下了基隆的議長 所以民進黨黨中央 是不是吃了一顆定心丸呢 原本九合一大選 市長選了灰頭土臉 但是接下來在地 最有實力的議長 跟副議長的選戰 議員的這個等等 大家去投票 來看到是呢 結果這個戳乎意料 民進黨吞下了定心丸嗎 現在也要來看看是喔 賴清德的侄子 拿下了基隆的議長 換句話說 基隆可以說是破天荒 議長由綠的來拿下 那另外呢 其實包含了 這個高雄的曾俊傑 原本是國民黨籍 他棄籃奔綠 讓大家跌破眼鏡 也讓高雄的議長 變成是民進黨籍的 還有台南的 這個議長的選戰 三個議員跑票挺綠耶 國民黨有人跑票了 還有剛剛有提到 基隆的部分呢 為什麼呢 這個賴清德的侄子 可以拿下議長呢 很多資深議員呢 藍營的報恩票投給他耶 還有花蓮的議長 連任之後 他原本是國民黨籍 一連任馬上速速退黨 他不滿被國民黨內部霸凌了 所以呢 現在國民黨黨主席 朱立倫是放手看戲 是不是失策了嗎 反而呢 出現了嚴重的警訊嗎 好 現在也來看的是 接下來的 1月8號的 台北市立委的補選 以及3月4號 南投立委補選 因為許淑華去當市長嘛 好好 遺留下來立委呢 這個選缺也要來補選了 大家也都在看 但是呢 吳子佳就說 國民黨現在煩惱的 居然是立委提名啊 徐曉星更大罵說 好 沒收立委的初選 直接徵招 那有戰功的人就去死一死 好了嘛 看起來藍營裡面呢 是很多人有不同的聲音 那議長站之後 是不是醒了呢 周一寇喊說 吳一農應該要有勝算了 整個來看的是 王洪威跟吳一農的對戰 一大早在路口敗票 王洪威怎麼說 先帶你關心 他的政見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突破 他們民進黨政府 或民進黨的立委 那到現在他的政見 包含部分的民進黨的立委 都還不認同 民進黨的政府呢 也覺得不認同 所以我覺得他政見 恐怕連同溫層都還沒有突破 同溫層的突破 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面對面的跟選民溝通 跟選民報告 我們必須走出去 我們不能只在社群媒體上面 發文 分享 我們必須走出去 跟更多人的接觸 我覺得吳一農他的競選政策 我個人都尊重 但是比較重點就是 如同剛才講的環稅漁民 因為之前吳一農先生 一直在批評我是空洞 甚至說我是謾罵 或者我是口水 那當我的環稅漁民 都可以得到 民進黨的立委的支持的時候 這當然就使得吳一農 之前他對我的攻擊 不攻刺破 面對這個落跑議員的質疑 他說他已經跟選民解釋過了 最重要的是選民能不能夠接受 那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 我們知道他現在是企圖 繞跑 那我們會盡全力把他留在市議會 讓他繼續為支持他的選民 來服務 不要讓他背負 落跑的這個罪名 放心王洪威進入法院之後 我還是會繼續提出很多 福國立民的政策來推動 然後也希望有不同黨派能夠共同大家 來支持這些真的具體可行 而且好的公共政策 社黑的議長副議長人選都成功的連任了 那我們看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也看到我們對手的投票 其實這些都是公開的資訊 我們當然是覺得蠻諷刺的 因為打黑是我們對手從第一天開始 不斷在做的一個選舉的操作 那到最後當然我們每一個人 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每一個人要為自己投下的那一票負責 大家是一個記名的投票 所以誰投議長 誰投副議長都非常清楚 那大家也看到 事實上葉林傳副議長 他不是只是得到國民黨議員的投票 還有其他他黨的議員 也有投票支持葉林傳 所以現在如果民進黨或者文藝農的團隊 一直誣指葉林傳是黑道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在侮辱整個台北市議會 很多議員的智慧 最新的消息為大家來查播 南投立委的補選 預計將在明年的1月9號來開始來登記 而2月7號籌前3月4號就要來做一個投票 由於目前國民兩黨的人選都還沒有確定當中 所以民進黨極有可能會徵召誰呢 蔡培惠來投入補選的選證 那另外一頭國民黨的部分 卸任縣長林明珍的兒子林如斌 也是熱門的人選之一 這最新的消息先為大家來查播 當然同時我們也來關注的是 這個農委會主委陳其中 是不是真的很不合格呢 好 大家給他打幾分 YT聊天室留言告訴秀秀先來看看 農委會主委陳其中呢 他說ECFA讓農漁產品 倚賴了單一的市場 而且呢 是否真是為長期的發展 可能打很大的問號 他也問說有哪個國家自由貿易的協定 可以有這麼多片面 暫停農漁產品的輸入呢 換句話說他就是來暗批大陸了 好 不過但是來看的是呢 很多的包括了這個農業專家 就不買單了 認為中華民國啊 直接回應他的問題了 不然哪個國家呢 我們可是進了中國 幾百樣的農漁產品 夯不浪刀 包含食品 還設了一個規定 輸入規定呢 這樣的一個這個英文代碼 大陸地區禁止輸入耶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 台灣想出來的一個政府的一個政策 好 現在來看看的是 好 說好的要分散風險 我們我們的農漁產品要賣出去 結果呢 大陸被禁了嘛 那你其他國家 你有真的新南向有走了嗎 好 有沒有通 美國 日本你有賣的比較多嗎 還是結果算一算 哼不浪噹 結果變成呢 其實比同期算起來是減少的呢 農委會主委是不是下台倒數當中呢 做的是不是真的很不好啊 好 我們來看看的是 趙少康他就說了 哪有像民進黨政府這樣的啊 又要賺人家大陸一年一千七百億美元 結果呢 這一頭要賺 但是呢 另外一頭又天天罵大陸 那你簡直精神錯亂 你要賺人家錢 然後又要罵人家 有人這麼傻 被你罵還給你賺錢嗎 趙少康痛罵我們的政府 好 的確 來看的是 新南向喊了六年 新南向 為什麼當初要喊出新南向 就是希望市場能夠分散 不要只集中在某些區塊 好啦 那你有沒有真的去走出新南向呢 分散了多少市場呢 其實來看的是 根據了同期 我們來看的是 雖然 趙少康指出 輸日本的雖然增加將近八千萬美元 輸日本的喔 但是如果加上輸入大陸的減少 跟輸入美國增加的差額 一起加起來的話 最後還是減少了將近三億美元啦 所以痛罵陳吉仲尼的算數不及格 總而言之呢 好 這邊渣 那邊減 最後算起來 還是讓我們的農民 是外銷的數字 金額是大幅的減少的唷 好 不過當然呢 也來看看的是呢 民進黨九合一的大選的慘敗 那除了龍委會主委陳吉仲 認為呢 是做得很不好的內閣之一之外 行政院長蘇貞昌 頭號的格魁 大家都覺得 他就是最主要的戰犯之一 他請辭但是被位留了 換句話說 他位子還是做得好端端的 沒有要走喔 最終由總統蔡英文 辭去黨主席一直來了事 好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這樣嘛 但民調仍然不斷往下撸 往下滑 雪崩勢啊 不斷探底 對此台北市議員游淑慧就說 蔡英文呢 現在換不了蘇貞昌啦 為什麼呢 因為蔡英文自己也押不住 其他派系的人 她自己也都跛腳了 民進黨到處在找戰犯耶 這些戰犯 大家如果仔細細看 被點名的其實都是英系耶 都是其他派系正在對英系做反撲耶 所以蔡英文他一定要再找另外一個派系的結合 他如果用陳建仁的話 他如果用蘇家權用陳時中的話 那就是還是一樣 只有英系自己要獨撐這個大局 但其他的派系會放過這個肥肉嗎 不會啊 現在為什麼其他的派系想要反撲 想要咬一塊肥肉 因為民進黨很有可能 執政期限就剩下最後這兩年了 有位子的人 千方百計的要保住現在的位子 還沒分到位子的人 千方百計的想要把他們踹走 說最後一塊肉你都不留給我 最後一口湯你都不留給我 所以最後這兩年 我們就可以看到民進黨 要開始進入這種大亂鬥 不只是總統層級我要壓賴清德 還是要壓誰 不只所有還沒有當過官的 還沒有吃過一口肉的人 現在也要急著要上傳 急著要咬一口 趕時間 對 急著要咬一口肉下來 萬一政黨輪替了 都是你們吃飽 你們吃得油油的 我們算什麼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隔魁 隔魁的人選是誰 我們可以預料就是 未來如果組隔的時候 一定又是一個各派系的分帳 而且會分得更難看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已經壓不住 其他派系的人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飲法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